1 2 3 5 I can't do the beat I can't do the beat I can't do the beat Oh 康熙來了 Oh 你知道出道九年的梁詠琪 曾經和王力宏得過 最登對情人獎嗎 當梁詠琪聽到正義劍的名字時 表情又會是怎麼樣呢 是什麼樣的情況 讓小S懷疑正義劍 喬莊來到了康熙的現場呢 想聽Gigi模仿鳳飛飛的模樣 以及在現場演唱到KTV 必唱的台語歌曲嗎 今天的康熙來了 就在康永跟小S的逼問下 將帶你一起來挖掘 不一樣的Gigi、梁詠琪囉 準備,來吧 歡迎 剛下間主人 大家還是看好跟CD 我們今天客人歡迎梁詠琪小姐 歡迎謝謝梁詠琪 你知道梁詠琪 曾經當選 跟王力宏當選 歌壇最佳情侶搭檔? 有 有這件事 是情人節的一個活動 然後你跟王力宏 就是假裝情侶演唱嗎 就是當天晚上有好幾組那種男女的對唱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家去選最match的一個 所以當時跟王力宏配到對 你有沒有覺得還算是蠻lucky的 對啊,很lucky 對啊,因為以前我們剛出道的時候 真的啦,我是不是講過這個故事很多篇 沒有啊,你配到誰 哪個故事哪個故事 不是,就是因為我跟范小萱是同時出道的 我們SOS 然後每次都上綜藝節目 要唱那種四十五轉什麼新年歌曲 然後永遠都是范小萱跟王力宏配 然後他們都說他們倆是金童玉女 然後我跟大S都配誰,你知道嗎 陳雷大哥 不是,抱小子嗎 抱小子偶爾陳雷大哥 你知道嗎 抱小子起碼還對一點 對,抱小子他們就會說 我跟你講小S跟抱小子其中一個在一起 大S跟另外一個 這我已經覺得有 那陳雷呢,妳家有幻想嗎 我小子是沒有的 只是當時想說為什麼大家可以配到王力宏 跟同這類的藝人 所以啊,就她就配到啊 然後還被選為最合適的 對啊,就很開心了 誰會女兒很開心啊 你剛男友琦今天說來康熙 她要好好的聊一聊她跟她男朋友的事 哪有,沒有 沒有嗎 我沒有 沒有,因為說的 因為我們就說 其實上次不是來過然後聊了很多事 我想說這一次還有話聊嗎 他們就說,你說可以聊你跟正義健的事 那哪有 所以男友就是正義健嗎 應該是正義健吧 所以正義健還有別人嗎 好像就是正義健 好啦,所以妳沒有要聊正義健嗎 不知道啊 所以妳要看看我們的問題到什麼程度 對啦 所以不會翻臉或什麼的吧 翻臉不會 正義健是妳第幾個男朋友 應該是第二個吧 正式來講 不會吧 太少了 那 對,其實我沒有什麼男孩子追過 那 是妳追正義健還是正義健是嗎 我們是不會翻臉正義健嗎 我們要這麼標準的大聲音 我從來沒有在她面前提過正義健 所以我覺得很爽快 想說很好玩嗎 好好好,講一下是正義健還是妳追正義健 繞口令 沒有,就是其實也不是說誰追誰這樣子 其實妳要好好珍惜比較溫和的問題 因為如果溫和的問題妳很敷衍的答過的話 我們就會被逼就跑出很可怕的問題去 我很認真的會回答 OK 講一下當時妳跟正義健開始的那個故事好了嗎 蛤,真的嗎 也不用講得那麼久 也沒有講過 比方說第一次見到那個 有火花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感覺 沒有,完全沒有 就是其實是人世久了 就是那個時候拍戲 然後 就是大家人世好 還好幾年的了 對,然後 相處 在電影工作當中相處過這樣子 那後來是正義健做了什麼 讓妳喜歡像他 也沒有做什麼 就是 比方他跟Gigi要電話 然後妳就 其實也很高興說 那我也給妳我的電話 這樣 那是為了什麼 我真的忘記 但是 真的只是 那個時候是為了要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是演舞台劇 然後有還蠻多演員的 然後 我們互相都有留下電話 就是 就是 因為那個舞台劇 我們要相對著 大概要一個 一個月左右 對,那留下電話 大家彩排時間 來約出來比較方便 這個不錯 就是大家都把電話列出來 大家都有留這樣子 對 那第一次私底下真的約會 跟工作 妳嚇死我 我以為 其實要問第一次 好 第一次私底下 還沒有約會 不是為了工作 妳還記得嗎 就是說 約出來談一談 那是工作室 屁咧 怎麼可能約會 會講這麼無聊的開場 還是假 借工作啊 因為他怎麼不能說 我想泡你 所以他當然要先拿工作來挑戰 男生如果打電話 給妳說 我們來聊一下工作室 妳會願意嗎 這很不浪漫耶 可是如果我也喜歡那男的 我就會知道說 他是想約我 但是不敢直講 我就會想說 好啦,去聊一聊這樣 是這種嗎 大概是這種 就是說要聊一聊 關於工作上的事情 所以一約就答應了嗎 沒有擺架子說 不去 沒有 所以妳當時接到她的電話 然後說要約妳出去談工作的事 掛了之後 妳也在那邊這樣 嗚 就想說 總算約我了 我覺得 這不要怎麼辦 然後 妳那不是每個女生都像妳這種 四個女生嗎 妳掛的電話會這樣 大呼小叫嗎 沒有,如果是我已經喜歡很久的男生 總算出動的話 會滿開心的 然後就會一直跳 一直跳 就是會說 她打給我 還沒有出去 妳媽講啊 跟姐妹 媽媽也有可能 因為我沒有姐妹 那我就 比較不會跟 比較不會跟家人講這個 可是當時是很高興的 當時就覺得 反正聊公事而已嘛 就是 妳當時真的覺得是要聊公事 對啊 沒有刻意打扮 沒有刻意打扮 很隨便這樣 那當時有穿魔術胸罩嗎 穿魔術胸罩 就是 假裝好像很不在乎 但是其實 在裡面 在裡面還是動一些手這樣 就讓真意見覺得 好隨興 可是就不滿大 好可怕 其實沒有這樣子吧 沒有 沒有,真的是朋友這樣子 那妳當時都不擔心 被狗仔隊拍到嗎 就真的覺得就是朋友這樣子 我就沒想到 相處這樣子 明星跟明星約會的時候 都約在什麼地方 就是咖啡廳嗎 真的要講嗎 妳這樣子這樣我很好奇啊 妳本來隨便找一個店就算了 就沒有說 特別什麼店這樣子 就是 就在街上 就在妳家附近 對對對 她怎麼知道妳家在哪裡 我想 就是狗仔隊一早就報導 藝人家住哪裡 就是 其實香港藝人真的沒有什麼隱私 就是地址住哪兒 工作在哪兒 跟什麼人在約會什麼都知道 那妳那時候單獨跟她出去 妳不會很擔心 比如說吃飯的時候 有菜渣黏在牙齒上 或是有岩石啊 這類的 不會 因為我覺得我跟朋友 其實我除了是工作商通告什麼 我會真的認真去打扮 但是其實我私底下 真的不太愛打扮 真的啊 然後如果朋友看到我哪一天 突然間跟他們約會出來 是打扮或怎麼樣 就那個就 就不是我自己了 對 我真的是如果真的約在我家附近 我真的穿拖鞋 然後 戴個帽子 頭也不梳妝也不化 這樣就出來了 所以我想 應該蠻習慣的 朋友就蠻習慣的 好 我們今天有邀請GV的朋友來 是她的工作夥伴 有兩位 一位是她的同事 是小毅 小毅妳好 嗨 小毅是幫她做化妝的王威祥 王威祥 歡迎 小毅 小毅 小毅她會不會 為某些事情大發脾氣 不會 不會嗎 不會 她個性真的很好 你跟她合作有十年了吧 沒有 沒有啦 六年 不是聽說她有起床氣嗎 蔡康永的尖銳問題 讓梁詠祺嚇出一身冷汗 妳有跟先GV在一起嗎 蛤 有妳的 當然沒有人 沒有啦 她應該偶爾會出花家嗎 沒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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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蠻有種的 你也蠻有種的 康熙來了 她有起床氣嗎 喔 起床氣 比較呆吧 起床氣是很呆滯 對 會賴床 呆滯是哪一種 臭臉 沒有表情 應該是說 我就很呆 然後沒有表情 沒有話要講 問我要吃什麼我就 都可以啦 然後 然後慢慢醒過來才會有要求這樣 那假裝妳現在剛起床的表情會是怎樣 就這樣 就化妝了就這樣 就化妝了就這樣 就化妝了 清清妳要吃什麼東西 都可以啦 那牛肉麵好不好 好啊 那等一下通告那個可能要表演唱歌喔唱台語歌喔 好啊 清清妳背後有個嬰兒 你一早給人家清清震 她沒有發脾氣也很好 所以就只是這樣子嗎 對 都不會說現在先不要跟我講話 不會 那算你脾氣還沒有 她脾氣真的很好 我覺得我那時候就是敷衍大家了 其實呆呆呆不是在不高興 不是不高興 我就是很敷衍大家 然後我腦筋又沒有在動 然後 然後直到什麼時候才會開始 可能就是 我如果當天早上就是早餐還沒有到肚子裡的話 我可能就是 就對大家的問題都很敷衍 吃飽了就好了 小易像 我們這樣子跟她問正義健的事 她會不會 等一下會罵你們 不會 會有人跟我們講說可以聊正義健的事情 你是不是你講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我們今天工作人員不就是你嗎 不是我 GG好像是她講的 不要害她 不要害她 不要害她不可能 我相信她不會 所以沒有問題會有那怕對不對 不會 那你放心吧 她不生氣的 真的 趕快就完了 聽說男友琦跟男友出去的時候 都會穿平底鞋 以示尊重 對我覺得她人蠻好的 她上我們節目有都穿平底鞋 對啊 你真的怎麼會 不是有些女生不穿高跟鞋 就會覺得自己沒精神嗎 應該是矮的女生才會這樣吧 高的不會 其實我也蠻愛穿高跟鞋 你愛穿嗎 對我覺得穿高跟鞋腿會比較 漂亮 比較漂亮比較長 對 那你人真的很好 因為我看過你那麼多次 你都穿平底鞋 我 我覺得那天那個紀念鄧麗君演唱會 她有穿高跟鞋 因為要上台表演應該要穿 上台就沒有辦法 但是私底下我都穿平底鞋 可是你現在這樣穿平底鞋 如果從你那邊走過來 你會不會走得很沒有派頭 就是會走得像老百姓的樣子 老百姓嗎 平底鞋也可以走出巨星的樣子嗎 沒有耶 不會 走過來 要怎麼走過來 沒有就是 就這樣 就只是這樣子嗎 還是很挺啊 對啊 所以你這樣跟穿平底鞋 是正義劍交代的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因為常常出去工作 因為特別是香港有很多的 那種表演啊 電視台的錄影 然後都很多歌手這樣子 然後還要排排站 在節目的最後 那我都會想到就是 如果穿太高的話就 太突出了是不是 就沒有朋友 你有合作過一個男藝人 是情歌對上的話 你從頭到尾都會這樣嗎 我會 等於一直在上 從上往下 來跳 男藝人要這樣 應該沒有那麼over的情況嗎 我都有避開這種情況 就是 我知道當天是這樣子 我就一定穿平底鞋 對 然後高度也沒有會要擦太遠 請問到目前為止 是他這一年聽到正義劍 在他面前被提起的總和數量嗎 是最多的一次嗎 還是說其實在香港 大家都會在你面前 應該是這個節目吧 真的嗎 是不是在香港 記者們都已經毫不避諱的說 正義劍怎樣 正義劍怎樣 有些啦 對 真的嗎 還是會這樣 直接就講了 直接就講了 台灣的記者是不是比較不會問這個 台灣的 最近也會了 這兩年也會了 我覺得改變很多 是因為應該是你慢慢容許的吧 一來就是可能就是 沒有之前那麼的 就覺得 可能公司上面也是 公司也不會覺得 公司也不那麼介意了 說可以就是 都不准講什麼的 所以你有跟正義劍做一起嗎 蛤 沒有 有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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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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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從來沒有跟男朋友同居過 沒有 沒有 但應該偶爾會出他家嗎 我會去他家 沒有 就是 就需要這樣玩這樣子 所以如果一定過夜的話 可能只有出國旅遊的時候吧 沒有啦 沒有啦 我自己都有點害羞 夜晚都準了 所以 來了來了來了 40歲要結婚對不對 我現在有點想提前了 我跟你講40歲真的太晚 你想想看你42歲生 我也覺得 你看不到小孩長大成人 我也覺得 冒屁啦 43歲是怎麼會看到小孩長大成人 沒有 等到小孩 比如20歲你就幾歲 都20幾 不老啊 並不老 可是你不能陪他在那邊遊山玩 對不對 對 對 有時候就覺得 我覺得 年輕一點比較好 我覺得晚生也不錯耶 真的嗎 因為40歲其實 他有時候覺得生活有點無聊 剛好生一個寶寶出來 就可以開始忙啊 可是你那時候體力都沒有很好 你抱一抱一抱會 真的寶寶 我沒有看過這個畫面 不要亂演 沒有就是你 你越來越發現 就是太 就是這個問題 太老生的時候 你 你對對那個年齡 就是 絕對有點 就是太老了 然後 或者是如果說 早點生 然後可以看到孫子出生 沒錯 對不對 參與小孩的人生 對 我覺得人生就應該 是要有這些畫面出生 那你現在要提早到的子歲 我小 我希望啊 呃 不要說結婚了 我覺得 我就生小孩 就可能就是345之前吧 可不可以不要結婚就生小孩 看情況 這個可以 如果不小心就懷孕了 奇怪喔 婚前不可以同居 可是可以不婚就生小孩 所以他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 那個是真正生命的 也不見得要同居才能發生性行為 對啊 人生 人生 然後 那麼辣的題目去嗎 沒有 我們今天有一隻狗 要介紹給雞雞認識 真的嗎 有嗎 狗狗請進場吧 好大一隻 嗨 你認識他嗎 他是姑狗嗎 對啊 他是姑狗 姑狗你好 好 OK 幫我咬我的臉 他為什麼對你 他為什麼對小艾斯都不那個 等一下 他其實是正意見對不對 正意見 對 拚了一隻狗的外角 你太熱情 他只對雞雞這樣 他很熱情 你好 哈囉 他不會對雞雞這樣是不是 小朋友 哈囉 OK 小的大一隻不需要這樣拿吧 為他脫了 對 而且他又咬我這個臉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讓他走 沒有 因為他 他是我的乾兒子 對啊 是同事養的嗎 是我一個好朋友養的狗 為什麼要認狗做乾兒子 因為我龜蘇港的MTV 龜蘇港那個錄影帶 他有幫我 在裡面出現 然後 那個時候上一張專輯 他還是很小 那時候很小 大概三四個月吧 好 他找到位子了 在哪裡 你喜歡這麼大的狗嗎 喜歡啊 我家有五隻耶 都是這種黃金的一隻嗎 對對對 但是沒有他這麼色 蛤 來 狗 你跟狗最親密配 他可以填你的臉 可以啊 應該是可以互吻吧 蛇吻那些的 蛇吻是不會啦 不會嗎 有的人會跟狗蛇吻 不會啊 不會啊 就是給他舔臉啊 那你的狗跟你蛇吻的時候 眼睛會閉起來嗎 還會揉我頭 一直這樣 其實不會 他就是很單純 只是就好愛主人 好愛主人這樣 因為他沒有別的工具 只有舌頭 所以就 就用舌頭表達感情 狗真的好可愛 好可愛 而且我覺得 大狗就是可以讓我這樣抱著牠 抱著牠 可是妳剛抱不住啊 因為牠才瘋 而且牠一直咬我的臉 我們有交代牠 要把衣服整個扯下來 還蠻競爭的 牠等一下拿不到點心 因為沒有成功 所以妳在香港 那五隻狗 妳會自己遛牠們嗎 我不會耶 都是我媽媽在遛 媽媽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 那妳將來有小孩 妳也是媽媽帶 我覺得如果 將來有小孩子啊 我會自己帶 真的嗎 如果我去旅行 我也會帶著牠去 哇 妳在香港曾經跟那個 正義健去遛狗過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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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就一人牽兩隻 牠牽三隻 妳牽兩隻 沒有沒有 我們的活動都沒有 包括遛狗 包括遛狗這樣 那包括什麼 就騎腳踏車的那種OK 在香港市區騎嗎 沒有 就是 因為我們住得很近 我們住在一些對面 然後 大家家裡都有單車 然後那個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範圍是 就是圍著的 就是只有 住的人可以進去 可以在社區裡面騎 對 在裡面騎 住鞋對面 那狗仔隊不是只要躲在 巷子那邊 就是拍到你們兩個 跑來跑去嗎 那邊 就是狗仔隊不能進來 對 所以是因為相愛之後 才搬到鞋對面的嗎 史上最滑稽的結吻畫面 好遠 我愛你 要碰到一起嗎 要碰到一起嗎 我愛你 你衝了 你衝了 好笑 我愛你 他要碰到一起嗎 我愛你 我愛你 好笑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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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來了 是因為傷害之後才搬到鞋對面的嗎 對啊 好浪漫喔 很棒啊 對啊 所以才不同居啊 原來是說場面話 就是這樣根本不用同居啊 就在對面啊 對 蠻厲害的 你現在有沒有很害怕 我們問到你有關一些譬如說 跟他什麼時候親嘴類類的問題 不要問了吧 也要哭了什麼的嗎 沒有啦 看男生覺得正義健帥還是王力宏帥 就都差不多啊 真的嗎 都很帥啊 就並沒有特別喜歡正義健那種 就頭髮要留這種或者是 我覺得喜歡一個人不是因為看外型 真的不是因為外型 所以你都看什麼 相處的過程就是 比方說跟一個人相處的時候 然後 就覺得是當她是姐妹這樣子 所以她是同性戀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 好像 很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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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是說交往的人就要當好朋友 可以談心事就是了 對可以談心事 然後 所以不可以是一個帥到那種都不能聊天 只是帥的人 不可以 就是 因為碰到帥的人其實 遇到過蠻多 但是 有時候 沒辦法 可能沒有機會相處過 就可能沒有 沒有辦法下去 或者是相處過覺得 聊不來 聊不來 或者是有些 有些不夠成熟啊 跟她使用的語言有沒有關係 就是一定要一個這樣 廣東話的人比較聊得來嗎 也不 跟妳也沒有關係 像妳講國語 不會覺得比較 不能談心事 會不會 不會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 但如果真的非常討厭狗咧 非常討厭狗的話 我覺得 討厭 討厭小動物的人 都沒什麼愛心吧 嗯 如果愛積積就會 適應狗啊 應該不會說那麼過分 所以正義盡 她是真的喜歡狗嗎 她 其實她有養貓 她自己有養 她有養過狗 我跟妳講養貓的人都不喜歡狗 她有養過狗 她有養過狗 妳很過分 妳怎麼變這樣毀謹養貓的人 很多人都養貓又養狗 我開玩笑的啦 我覺得KIV也是有貓有狗啊 還有老鼠 對呀 小藝我們還沒有什麼問題惹翻她嗎 就你們公司的尺度到哪裡 就大概這樣子 就這樣子 到接吻對不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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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接吻也不行是不是 接吻over掉了是不是 我們不談語言的事 是不是 妳不談啊 我們公司比較沒有 那妳今天來幹嘛 是妳要出個人專輯嗎 她今天是要來保護妳嗎 沒有她還說我的一些小事情 好啦妳本來準備了哪些故事 我讓妳講一個看看 對講一個我們聽的 講一個妳本來已經準備好要講的 就是她常常就是 自己去回香港 然後 自己有待行李她也忘了 有待行李 有待行李然後忘記 這是因為有助理會幫她拿 沒有她完全沒有助理跟著 自己 就直接出了機場然後行李留在 留在機場 飛機上面 留在飛機上面那一層的 這手提行李還塞在飛機上面 對 這很可怕耶 那妳為什麼會下飛機 或者是 我就完全不知道有那個行李 那妳看到別的乘客 都在拿那個的時候 妳不會有一點警覺嗎 我就覺得自己 就提個包包很free 然後就走了 或者是我 我有 我自己 因為我常常來回香港 我都自己一個人飛的 然後 我會記得有行李 有時候我會在那個行李 在那邊等 然後我等 然後我試過有一次我等了很久 所有乘客都把行李拿走了 結果我的還沒有出來 結果我才想到 我當天根本沒有寄行李 就這樣 然後 我 比方說我有一次也是記得 然後 但是我就 兩件只拿了一件我就跑了 然後第二天才想起來 還有一件在那個行李袋上面 大明星一個人搭飛機 那妳出來到機場 你行李的時候 就站在那邊這樣等 對啊對啊 那大家不是去看 有其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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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 就OK 我覺得OK耶 我覺得看得出來然後 就算是簽名拍照 就簽名拍照 都OK 都OK 反正只要是對妳和善的 也都沒什麼關係嗎 對對 和善就OK 然後 有時候看到人家 已經在很遠那邊偷拍 有時候是狗展隊 有時候是歌迷 我就會自己 就 這樣子 然後就走過去 欸 你要拍照嗎 你想在哪裡拍 桌子嗎 還是站著 就是 就是讓她覺得自己很不好意思 那如果她說不好意思 那如果她說不好意思 我再拍我嗎 可能就在那裡頭 她那裡在旅遊照 然後想說 等一下我騎一個好 後來這樣誤會嗎 對 那真的很尷尬 可是她這樣起碼可以避免被狗仔拍到一些 很醜翻白眼 或者是挖鼻孔的照片 沒錯 而且至少會讓她覺得她很有禮貌 是不是狗仔拍到妳的 都是比較漂亮的照片 狗仔拍到的 呃 也沒有欸 也沒有欸 但是其實 我沒有看過妳就是沒做好的表情欸 醜的 就是可能真的 也有啦 我們有她醜的樣子 那個 她在電影裡面有扮醜欸 電影裡面 在電影裡面啊 我們跟 我們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廖長期在電影裡面扮醜的樣子 有多醜 亂吃八糟 不不不不 亂吃八糟是啊 菲律賓華說 有評位 有評位 妳就好像是那個菲律賓的電影明星 電影明星 我是稅務主任 你是屋主嗎 妳怎麼跑到稅務局去了 查妳的稅是二十五萬零八千兩百元 妳都不查賬戶 銀行會多扣妳的錢 我哪裡會懂得這些 妳是不是叫做很危險啊 欸 臭小大妳混哪裡的啊 妳老大是誰啊 我叔叔是這裡的教師教授 我在這裡讀書 最後這個比較純 但是妳真的近視眼鏡嗎 沒有那個是我在九五年 九五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沒有 百變金高 還剛剛對 百變金高剛剛入行 一定要定格在那個照片嗎 我那時候在夏威夷拍的這個戲 他們就說要演扮一個很醜的女生 然後我就說好很醜 那就既然這裡又那麼熱 那就不要化妝了 喔妳到底是完全沒有化妝 完全沒有化妝 然後戴一個眼睛很厚 然後戴那個槓牙這樣 那那個眼睛是真的 妳可以看得到的金星眼鏡 不是啦假的 假的 然後牙套也是假的 假的 可是妳的扮醜也都只是局限在戲劇啊 就如果私生活 我沒有看過妳失敗的表情 有時候 現在報紙不是很喜歡戴那種 在講話的樣子 對 妳有被登過那種嗎 有啦 或者是明明是閉眼鏡 然後閉到一半 閉眼鏡的過程 那一類的是不是 那一類的是不是 我跟娜一直想被拍到這種 哪一種 就比如在聊天老師那種 她的嘴巴也沒有看到 她的眼睛是這樣子 她好醜喔 就是那一種 可是怎麼辦 怎麼防範 就不眨眼睛 因為人都要眨眼睛 所以一定沒辦法防的啊 慢慢就是有找到一個竅門了 什麼竅門 就是比方說 你在拍照 大家在拍照的時候 你就不要閉眼睛 就是盡量是那種 頭低一下然後是閉眼睛那種 低頭再閉眼睛 就是不要慢慢 或者是閉眼睛很快 這樣子閉眼睛 所以妳現在是這樣子喔 對啊 就是盡量 盡量避免人家拍到妳 這樣子中間的過程 或者是妳都一直先睜著 然後等到差不多 妳就轉去後面這樣 然後這樣 沙褲也要再轉回來 然後再撐個這樣三分鐘 就差不多囉 差不多 演那個電影半醜的時候 後來是不是會不願意 進電影院去看 我覺得還好 以前比較介意 就是 還要看嗎 還要看嗎 但是現在覺得OK了 覺得這個讓妳的 這也是妳的一個 過程 過程 總是要會咬的 可是妳演過那麼多戲 倒是沒演過恐怖片嗎 沒有 沒有 其實我很想演 但是我的家人 一直很堅決的 不准我演這種戲 怕妳就是拍一拍遇鬼是不是 對啊 可是拍鬼片沒有誰會遇鬼吧 就是 家裡還是有些人會覺得 相信這一種東西 然後覺得 然後聽很多的傳說啊傳聞什麼 積極使出渾身結束 模仿冒著天后鳳飛飛 一道彩虹 掛在那天空 然後走位囉 會有那種聲 那種 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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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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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也會這樣演嗎 要看情況 就看那個鬼當時是怎麼出現 如果那個鬼在洗碗的時候突然從前面出現 我就會這樣 怎麼那麼醜 妳明明不可以演那麼醜 看到鬼 所以如果洗碗然後鬼突然從前面出現還這樣子 是充滿希望的嗎 這樣不是 那眼驚嚇的表情啊 洗碗 謝謝 欸 為什麼你驚嚇那麼醜 驚嚇就不可能又兼顧到漂亮啊 妳如何兼顧驚嚇跟帥氣 妳可不可以演這樣 我反而沒有帥氣 所以我就驚嚇就好了 正在讀書的時候鬼突然出現 就在讀書 對 好鬼出現 什麼東西啊 妳可以見到鬼同時兼顧漂亮嗎 這讓鬼會覺得 不愧是個玉女歌手 我就不想見到了這種事 但是我 我會很好奇 然後我很想去拍鬼的 關於鬼的電影 但是我又 我就覺得如果 今天不要碰就不要碰 基基如果演害怕 看到鬼的表情是哪一種 假裝妳正在洗碗 洗到一半前面突然出現鬼 妳的表情是什麼 我想我會 現在是不會相信 我就是會 比方說我看到我就是 然後 這樣子 OK 可是最後看了兩三次 真的是鬼 我 就要打下去了 不是 妳是洗碗的時候 從裡面伸手出來的 瘦嗎 瘦嗎 我小時候會分享 如果我自己去拍 拍那種恐怖片的話 我就 我覺得我回家一定會嚇死 妳剛剛提到正義 我才發現我們的公式完全 沒了耶 對啊 就這樣被他接吻那件事情打斷 你主持真情指數那麼久時間 你不是很會問問題嗎 她來過真情指數 我沒有好好聊了一下 真意見的時候 她的那個感情的事情 對… 那時候她就是奮勇說 我要來把話都講清楚 結果講了嗎 就… 就講了啊說 被媒體攻擊 我好像一直哭吧 也沒有講到什麼 一直哭說 正義見拖了好幾年才親我嘴 不是 因為她跟正義在一起 就被媒體攻擊 她就是在解釋說 當時的壓力對不對 對… 我們主要是在聊這件事 然後就是 然後 真情指數不問人家 第一次接吻 跟第一次性經驗的 這個節目應該也不會吧 這節目常問 會會會 我們節目 那個終極的目標 就是要問出每個藝人的 初吻跟第一次 初吻是OK啦 好 初吻 我是說跟正義見喔 蛤 不然你也可以選擇這樣 初吻以及跟正義見的第一次 看你要怎麼組合都可以 好難喔 好啦 不然就讓你選 跟正義見的初吻 不然還去講正義見的第一次 蛤 一定要講一個 不然我們就把剛才那隻狗腿打斷 好啦 就講接吻就好了 好啦 接吻就好了啦 大家都大人了 不要問第一次了 第一次兇寒的啦 接吻 第一次接吻嗎 嗯 初戀的時候啊 不是啦 沒有沒有沒有 跟正義見的 欸 拍戲啊 拍戲 真的 對 真的 就是在我們演那個 誰要聽拍戲啊 哈哈哈哈 不是 這是真的 好啦 拍戲那時候有很高興說 哇 終於跟她接吻到了嗎 就是那個時候 第一部跟她拍的電影 然後已經是有一個 要 已經有交往了 沒有啦 就是 喔 那個時候是大概我入行第二年吧 然後已經是有一個這樣 這樣子的 很很快的那個 很簡單的那個 很簡單的一個清嘴鏡頭 就這樣 所以也談不上有好的感覺 就是工作而已 就工作而已 也沒有什麼 感覺 那你在電影 那個時候我有男朋友啊 喔 喔 那你在電影裡面吻的最兇的是跟誰 呃 呃 陳曉冬 還有金城武 喔 對 是有伸舌頭那種嗎 假裝有這樣 喔 營造是那種好像蠕動的感覺 怎麼講的 就是說兩個人都閉著嘴 然後自己的舌頭在臉頂這邊這樣頂來頂去 對不對 對 像 你是會這樣嗎 然後觀眾你想說 不懂這戲是 怎麼會驚討這個 我們倆來試試看你也這樣 然後再 然後再舌吻 那妳要叫我一下 這樣 我會笑出來 太好笑 試試看這樣合不合理喔 康妍我愛你 要碰到一起嗎 要碰到我愛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衝嗎 像嗎 像蛇嗎 我像蛇嗎 沒有 只會覺得他們兩個在一邊清水一邊聽牙 應該是像有異性 要從裡面跑出來 所以不能這樣演 不能 假裝蛇紋沒有辦法 不會啦 其實 呃 就是會感覺比較激烈那種 但是沒有到要蛇紋 就一直弄頭髮啊什麼 對對對 或者是鏡頭這樣子帶過去那一種 為什麼妳會模仿鳳飛飛啊 蛤 妳是演舞台劇對不對 因為我去年演過一個舞台劇 嗯 機器是什麼時候演舞台劇的 那是在去年十月份 對那個時候 然後 呃 我有一次出場的時候 就有個彈在喉嚨 然後就說 欸 欸大家 咳 欸 但是我音會很清楚 對 就一直這樣子 然後我那個 是我那一場的第一 第一場戲 我整天心情都很差很差 所以妳在那邊清彈清了多久啊 在那邊大概清了 沒有很久啦 就三四四這樣子 但是 短短短短的講那段話 就一直有個彈 怪彈在那邊 對啊好生氣喔 那那個戲為什麼 那個戲為什麼要學鳳飛飛 呃 因為裡面有歌舞的部分 對然後 呃 導演很喜歡鳳飛飛的歌曲 那我那時候就比較 比較 因為香港比較沒有 沒有聽鳳飛飛的歌 那我就去看她 第一次演唱會DVD 我還看到哭了 我覺得好感動 真的喔 對然後學她的歌曲 妳可以 稍微演一下 當時舞台劇裡的樣子嗎 當時 當時候那個舞台劇是有樓梯的 OK 然後 哇哦 欸 哈哈 我玩這個帽子 這樣嗎 可以嗎 這樣漂亮 這樣子 所以是戴著帽子出場 是這樣子 妳很會跳這種舞對不對 還蠻會的啊 對 好 好 好 一道彩虹 掛在那天空 有走位囉 好 是如夢 來去舞蹤 對我呼喚 奔向那彩虹 它奔向彩虹 奔向那天空 然後這 有那種 走 然後會有那種 那種 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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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那個 那個 對 就是有那種表演 我們每天都不一樣 我們可以自己去 自己發揮 是有一點好玩在裡面 對好玩 然後可能大家演員兩個 然後在那邊 噔噔噔噔那一種 除了練唱國語 鳳飛飛的歌之外 妳唱別的歌 也會很快就學起來嗎 也OK 就是我不停的聽 不停的聽 這樣催眠自己 就OK 那妳去台灣 妳在台灣會去KTV 唱些什麼 黃飛上身 繼續大唱台語歌 好紅的口 不敢默沙浪 照顧地笑 等我最昂貴 啪達 放三大沙裏 噢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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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熙來了 你是不是唱些什麼歌 我會唱 王菲啊 01年的歌 還有 台語歌 台語歌 不是要練台語嗎 沒有耶 只是覺得好玩 而且 很多時候來做宣傳的時候 不是上一些綜藝節目嗎 然後 然後菲哥啊 什麼 胡瓜 就說要我們來一首 台語歌 然後我就要準備一首歌 所以我 如果每一次我就會去 KTV練 先準備好一些台語歌 所以你通常上綜藝節目 會唱到的台語歌 是哪一首 萬芳跟 吳板合唱 愛情含時拍 愛情含時拍 還有 王菲 風呆口 堆 堆堆堆堆堆 堆堆堆堆堆堆 堆堆堆堆堆堆 什麼東西 那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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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會唱這首 我以為這首歌很紅耶 好不適合你喔 真的嗎 很紅可是就是說 會的人不多吧 不應該從你嘴中流出來 這樣的音符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知道會去哪裡 好風的風 春風水一早 我不是最好 I just can't stop miss you my love 我不敢 也不太老 你總是說 還是妳好 老 沒有 妳那個老應該是 老 那首 老 這個叫 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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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樣子 好難喔 我覺得台語好難 她中間唱到英文 所以好像放假一樣 趕快唱英文的部分 我們有兩兩七 歷年來的音樂錄影帶 請大家一起放假 萬一剪斷我的魄 剪斷了牽絡 剪一滴不被愛的紛争 不要為你夜夜淚水洗 不要哭泣的臉讓你看見 走吧 走吧 人生難念經歷苦痛掙扎 原來風雪可以讓我堅強 讓我感動 墜落在我的夢 我們的愛最新鮮保留原味 千長一別閉上眼情緒疼 當眼淚變成鑽石 果然夢境發過了的事 哭累了航行長 苦苦等轉壞天亮 安莫 萬安 萬年 她們上有餘地 讓愛情飄來飄去化成千絲萬縷 暗初心的我變得那麼實情花意 我想約會你 順便說我想念你 你這麼多年來的樣子都差不多對不對 沒什麼變 你完全沒變 太好了 因為你不像有些藝人 你知道回顧以前的MV會覺得 想要那麼醜 你完全沒差 我有啊 回顧剛剛的電影我都覺得 對 那個是應該的 因為這很醜的 MV就OK MV就比較沒有 可能是髮型吧 就是一直沒有變過 你會願意去逛打折的店嗎 打折的願意啊 你不會被人家講說 梁詠琦來買減價的衣服 不會啊 就是有 比方說有朋友去做那種什麼 賣衣服就是很便宜的 我就去捧場啊 然後去吃一宵 買一堆這樣子 所以你說你也穿拖鞋出門嗎 對啊 所以很棒嗎 漂亮的女生這麼隨和真的不容易 反而會更討人喜歡 而且她也都化淡妝嘛對不對 對啊 她自己家也不化妝 我看你妝都比她濃啊 哈哈哈哈 她也會覺得啦 所以自己家真的都不化妝 經濟到目前最喜歡的是滷肉飯嗎 最喜歡台灣的 我都喜歡耶 台灣東西都好好吃 我覺得都好好吃 連朱雪糕這樣都吃嗎 都有吃啊 然後 那個時候我在拍 向左走向右走 我在台灣拍 然後 剛好拍戲的附近有一個是 那個小木桌子 好像那種小學生的桌子跟椅子 就燉在那邊吃米餡 米粉 姐姐我們快要放你走了 你覺得我們問這一件事都 差不多了嗎 不用補充問什麼事情啦 真的 你都不會很想要聊聊她 怎麼親你的嗎 不想聊啦 不想聊啦 不要聊啦 那你只要回答說 她蛇公好不好 我不能救你 你要自己 好啦 哈哈哈哈 你 零分到 零分到十分 你會給幾分好了 給 這一件 那給個分數吧 就十分啊 好甜蜜喔 好甜蜜喔 你真的要學學人家啊 就是 要對男朋友 盡量讚美啊 我印象都吹捧男友的啊 對啊 那她蛇公怎麼樣 哈哈哈哈 我只能說 零分到十分 我只能說 長期我都處在這種狀態 哈哈哈哈 自己 不要這樣吹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慘喔 萬一嘴巴已經是蟲抓出來嗎 哈哈哈哈 好 兩晚期出新專輯的 精選集嘛 對對對 好 祝你成功喔 謝謝 今天來玩 謝謝 謝謝